哇 太厲害了 小舞姐好 你喜歡左臉是嗎 沒問題 好 也謝謝各位老師 恭喜你們收工了 恭喜恭喜 今天真的好特別 因為一般的記者會很少唱Live 而且請Live Band 成本比較貴 但為了掌揭你的天后架勢 請小舞姐跟大家問好 是 各位美女朋友 謝謝你們今天來到這個記者會 謝謝你們 然後也要麻煩你們了 然後我們好久不見 是 八年沒有辦這個壽錶演唱會 怎麼會這麼久很讓人意外 因為平常我們在很多商演 或者說是尾牙春秋 甚至是郵輪上面 都可以聽到你的歌聲 可是反而是壽錶演唱會八年 這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因為從09年開始 我從應該算是10年開始 沒那麼簡單 就在應該是說紅片 所有有華人的地方 所以你想想看 我在中國大陸就跑了 跑了100多個城市 了解 然後新加坡 馬來西亞 然後菲律賓 去過呢 美東美西 是 澳洲 現在就插一個倫敦堂 南極北極 還有這個南非 是 祝你幸福 那你幾年 對 不過有些地方去了之後呢 這樣子跑完之後 我相信對小五姐來講 還是很缺點一個 屬於自己的演唱會的舞台 對吧 其實 對 其實 這些年來都有一直邀約 然後 真的是 也算是我的 人生的這個 怎麼講 走老欲嘛 那因為外面 跑不完 但是我覺得也應該是時候了 也應該要回到台北的小巨蛋 而且好像小巨蛋也蓋好 一二十幾年了 沒有了二十年十幾年了 這就是十一年了 對對對 對 然後 其實每每都是看到別人一直在開 其實也是很癢 嗯 然後聽說也很難申請 對 對 所以這次呢 也就很開心申請到了 是 恭喜 好 不過呢 這些日子裡面 小五姐沒有閒著 如同我們剛剛講的 在過去八年 雖然沒有辦演唱會 但是有各地的演出 還有就是那五張專輯 剛剛我們這樣回頭聽 這些歌曲 就是過去 包括沒那麼簡單開始 一路在華納呢 所累積的這些作品 這些歌也代表 這五張專輯的代表作 心愛的人啊 沒那麼簡單啊 重來啊等等 都沒有在自己的演唱會唱過耶 等於 這是第一次要在自己的演唱會 唱這八年來的五張專輯的歌 或者是Live的 DVD之類的 那我覺得 都沒有辦法像第一次共判這麼的正式 對 所以我想 一定會在 在小巨蛋唱一些非常經典的歌 還有我自己拿手的音樂 那我覺得也是該是時候 呈現一個比較大型的這個音樂生會 黃小五師的音樂生會 來跟台灣的朋友見面 太棒了 我們要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要告訴大家一個可怕的數字 小五姐第一次登台 是在1982年 對不對 其實我沒有想那麼遠 好啦沒關係啦 我幫您說了 但你還是看起來年輕 那個時候呢 我不是怕這個人 我是怕我自己記憶不好 那我幫你確認一下 不會怕說自己老了 老了就老了 有什麼 沒錯沒錯 都穿過那個你老的那個歌曲 對不對 有什麼好怕的 穿過是 就是還沒有去做啦 怎麼都是天然 就是胖了就胖了 然後就是 還是以天然的最好 是的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各位當年1982年 不小心幫姐姐代班 踏上這個舞台 轉眼今年邁向35年的職業歌手生涯 恭喜你 當年你在POP的時候 有取什麼藝名嗎 就是自己 我在南部的時候 南部就是 第一次拿到麥克風 對 然後跟別人 跟店家介紹 他問我說 啊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我叫小鳳 各位當年的小鳳 所以如果現在 有人叫我小鳳 一定是當年有認識的 很久以前老朋友 對不對 可是在POP 不是都會取英文名字嗎 其實剛開始出來 那時候沒有POP 那時候我才幾歲 對 所以也是青春的肉 是是是 那時候是一種野菜 也是青春的 是的 那時候叫小鳳 後來去POP 就叫Tiger了 那是後來 Tiger是 我有黃夏虎這個名字之後 然後一直在找一個英文名字 後來我就想說 啊 那就Tiger比較 比較簡單 比較霸氣 就是一個名字嘛 是 一路走開 沒有名字很重要 你如果叫海倫 我們就受不了了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小虎 海倫也是蔡西洋娘嘛 對 對 何止蔡西洋 大家都是海倫啊 最近大家都借吃海帶了 受不了 你知道嗎 最重要的適應是各位 所以